Hello 欢迎回来 今天给大家开箱在Costco买的陶瓷不粘锅 品牌是Green Pan 国内是一座格林 Pan 这个锅在北美卖的挺火的 在YouTube上和网站上都看到有博主在推荐 这个品牌在淘宝上也可以买到 但是价格我看都是挺贵的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很喜欢购买厨房用品 锅子也不例外 每年都会买一些不同的锅子来用 积累一下使用感受和心得 目前也用了很多款的锅子了 炒锅 熟铁锅 铸铁锅 还有各种不粘锅等等 近期会整理分享一下用过的这些锅子的使用感受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里也非常欢迎第一次来的朋友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各种厨房生活好物和雷品 购物攻略 开箱试用 三餐四季等等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了 这套锅子在Costco的标价是$249.99 我在店里面看的时候还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所有的锅子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奶白色 配这个金色的把手 颜值搭配非常好看 很cream 它的类涂层是黑色的 我看有七个锅子 还有四个配套的锅盖 锅子加锅盖一共是11件 平均下来价格还差不多能够接受 外包装最下面大大的字写着健康陶瓷不沾涂层 写着可以放进烤箱 洗碗机 适用于各种炉灶 我在Costco网站上也走了一下这款 看文字介绍说这个锅心材料用的是阳极氧化铝 耐高温到315摄氏度 也就是600华氏度 还是非常高的 外包装上写的是产地是中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陶瓷不沾涂层 和我们平时理解的陶瓷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我在Green Pine的官网上看了一下 它这个陶瓷涂层是一种接近陶瓷材质的一种菱胶 基本材料是二氧化硅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沙子 然后用这个氧化硅的前提小颗粒溶液 通过溶胶 凝胶工艺转化为喷剂 把这个溶剂喷涂在这个锅具的毛屁上 它的官网上说呢 整个加工过程当中不需要任何的胶水或者添加剂 这喷好涂层的锅呢 最后在一个烤箱里面烤制硬化 最后形成成成品的陶瓷涂层的不沾锅 所以用这个凝胶制作出来的陶瓷层呢 不是我们平时所用的这种意义上的陶瓷 只是呢 它的性质 它的成分很类似陶瓷 硬度呢 比较高 低摩擦 抗腐蚀 抗高温 官网上说呢 它的这个陶瓷涂层呢 能够短时耐高温到450摄氏度 即使呢 不小心温度超过了450摄氏度呢 也不会产生有害的烟雾 生产过程当中呢 不用任何PFAS的物质 也不含任何的铅或者隔 这点呢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呢 还是非常友好的 这个箱子里面啊 锅子一个个拿出来还真是不少啊 摆得差不多一个倒台了 每个呢 我都仔细挨个检查了一下 看有没有坏的 上次呢 在亚马逊买了一个锅子呀 就发现锅盖的不锈钢圈呢 变形了 但是外包装的是好的 后来呢 拿去退掉了 这套锅具呢 确实能够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啊 颜值上看着真的是非常的美 很有食欲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 不粘锅目前呢 我还是戒不掉的 因为煎鸡蛋啊 煎饼啊 还有做这种煎的料理呢 效率非常的高 成功率也比较高 开箱之后呢 除了锅之外呢 还有一本小小的说明书 一个清洁的魔术叉 还有三个大中小的锅垫 用来收纳煎锅的 防止磨损 这个呢 是12寸的大煎锅 直径呢 大概是30厘米左右 这个煎锅尺寸呢 是我家最常用的尺寸啊 适合一家四口啊 锅内侧呢 是黑色的陶瓷涂层 不是纯黑色的啊 看着有点散着一些颗粒感的光泽啊 外侧呢 是奶白色的 整个您锅底呢 都是奶白色的 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不粘锅呀 锅底呢 有那种一圈一圈的不锈钢啊 感觉还是挺神奇的 这样的设计就担心它放在火上呢 会不会烧焦呢 这些锅呢 都配的是金色的把手 非常的好看 和锅底呢 是用锚钉来固定的 这个是中后的不粘锅 直径呢 大概是27厘米左右 这个不粘锅呢 也不算太小啊 也算是一个平时经常用到的一个尺寸 它比市场上常见的 Tiffel的这个大中小三个一套的那个煎锅呀 中间的那个锅子呢 要大不少 这个是这两款锅子的中后比较 可以看出整整大的一圈哦 这个是最小号的煎锅 直接呢 是20.5厘米左右 这个呢 就是有点小了 可能会放在一边呢 不怎么用 这个是大中小三个煎锅的大小对比啊 大家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 这三款煎锅啊 都没有配锅盖 特别是最大号的煎锅呢 没有锅盖 我感觉呢 有点不方便 这个是这套锅的一个遗憾哦 因为有些菜式的话 除了煎之外呢 还是需要盖上锅盖的来焖一会儿的 这个呢 是带盖的平底炒锅 2.5升左右 直径呢 约24.5厘米 这个呢 是配的锅盖的 这个是中号的平底锅 介组 介绍上写的是2.86升 直径呢 我量了一下是20.5厘米 这个也是配的锅盖 我发现这款锅盖呢 可以用在最小号的煎锅上面 是没有问题 这个呢 是小平底锅的小奶锅 1.42升 直径呢 是16.5厘米 也是配的锅盖 这个锅呢 确实是非常的小啊 只能适合做一些非常小分量的料理 最后这个呢 是双耳的炖锅 5.36升 直径呢 也是24.5 也配了一个锅盖 这个大小呢 也是非常适合四口之家的 这款锅盖啊 和上面那个平底的炒锅的锅盖呢 是通用的 其实没必要配两个相同大小的锅盖啊 初步总结一下开箱后的感觉啊 就是这套锅子呀 比较遗憾的是大煎锅呢 没有配一个锅盖 里面呢 有两个同样大小的锅盖 我觉得有点重复了 可以减少为一个 然后再给这个大煎锅呀 配一个大锅盖就比较完美了 我另外呢 又额外找了一个 自己家里面那个锅盖给它配上 我觉得呢 有点不配套 比较麻烦 好了 现在就开箱完成了 下面啊 我们根据这个说明书的建议啊 就是在用之前呢 去掉标签 然后用温水啊 肥皂水来清洗 最后呢 用软布来擦干净就可以了 这套锅呢 是不需要开锅的 非常的简单 洗干净呢就可以直接用了 下面呢 我们来清洁一下 我就用了这个稀释的洗洁精啊 然后用这个软布或者是海绵擦呢 清洁冲洗干净 洗完之后呢 擦干净 下面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不粘功能啊 首先呢 来煎一个无油的鸡蛋 感觉一下 先把锅呢 用小火预热几秒 然后呢 直接打入一个鸡蛋 可以感觉到它这个不粘性能呢 确实是非常的好啊 一点都不粘啊 非常的方便 效率很高啊 下面呢 我再做一个油煎的鸡蛋 来给大家看一下 确实呢 也是非常的不粘 确实呢 也是非常的不粘 我对它的不粘性能呢 还是非常的满意的 这下呢 是煎的鸡腿肉 煎饼 初步使用下来之后呢 感觉它的不粘性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 做美食呢 成功率很高 然后呢 很容易用很少的油啊 就煎出两面金黄酥脆的效果 感觉非常的方便利落 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做美食呢 也非常的有热情啊 当然现在不粘性能这么好 很大的原因呢 是因为是新锅的原因啊 不粘涂层呢 是最好的时候 还没有被用坏了 等用过半年之后呢 后面会追加视频 到时候呢 再给大家分享 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是最大的煎锅 食用一周的效果 里面不粘性呢 还可以 但是可以看到锅底呢 有轻微的变色 出现了一些黄斑 用普通的清洁剂呢 是洗不掉的 我用它配送的这个魔素擦呢 来擦了一下 边缘光滑的地方 那些能够洗掉 但是底部纹理里面的一些变色的地方呢 是洗不掉的 不过呢 问题也不是很大了 我们都知道啊 所有不粘锅呢 都是有使用寿命的 所以呢 不粘锅呢 是一个非常费钱的一个消耗品 在使用之前呢 我也认真看了官网上的使用说明 如果想延长陶瓷不粘锅的使用寿命的话 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分享一下的 首先呢 第一点呢 是锅子底部的直径啊 要和炉灶的火呢 不要相差太大 也就是说 不要把这个小锅呀 放在大火上烧 不要让这个火呢 烧到这个锅子的两边 这样容易烧变形 烧坏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 是全程始终用小火或者中火 不能够用大火 因为它的导热效率啊 远远高于传统的锅具 用很小的火呢 也能够煎炸出香脆的食物啊 而且呢 比较的省油 第三是 倒油之前呢 用中低火呢 先日热几秒之后呢 再倒油 而且最好不要用喷雾的油啊 不要让油冒烟 避免干烧 第四个呢 是不要用这个金属的铲子 改用这个硅胶铲或者是木铲 但是软的铲子来用 第五个呢 虽然它上面说的是可以放洗碗机啊 但是呢 每次还是建议是手洗 这样能够延长使用寿命 用这个软的海绵擦或者是软布来洗 特别是金属色的手柄啊 是放在洗碗机里面会褪色的 第六个呢 是不要忽冷忽热 比如放在冰箱里面的锅子 然后直接拿到这个炉灶上烧 或者是刚烧完的热锅呢 直接就放到凉水下面清洗 这个要等到锅子呢 彻底凉了 恢复室温了之后呢 再用温水软布来冲洗 这个第七个呢 是常识了 不能够在微布炉当中来使用 第八个是收纳的时候呢 锅子和锅子中间呢 要用锅垫来保护 不要直接落着放 这样的话会磨坏这个涂层 这些规则啊 除了这个陶瓷不沾锅之外啊 其他的一些不沾锅呢 也是遵守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锅子的开箱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您的购买决策呢 有所帮助 总体来说呢 非常的喜欢啊 除了缺一个大的锅盖 还需要自己另外找之外呢 觉得有点遗憾哦 大体上感觉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希望厂家能看到这个视频呢 做出更新 在这里呢 也希望国内的锅具品牌啊 加紧研发啊 丰富目前市场上的陶瓷不沾锅的品种和选择 毕竟呢 这套锅呢 就是中国生产的 这样呢 我们主妇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欢迎点赞订阅 并按小铃铛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